《大開世界》 今天有莫文慧的Karen Hello 你好 不如我們從你的名字開始講起 因為香港人或者華人 一般就叫你莫文慧或者Karen Mark 但看回你何時會發展呢 你用另一個名字 Karen Joy Morris 可否拆解一下這個名字來聽 因為我是運血兒 我爺爺是威爾斯人 所以其實我本身的姓是Morris 但是因為我媽媽是中國人 他嫁了我爺爺 他們在香港生活 所以就覺得應該要有一個中文的姓 那要量一下 用什麼名字呢 Morris 最近的發音就是莫 所以我爸爸他們的背人 就已經全部是有了姓莫這個中文姓 其實如果你正式你的名字 MOK其實就是做出來的 反而Morris才是真正的姓 是呀 我讀書就是Karen Morris 譬如中間Karen Joy Morris 中間的Joy字大家想起很開心 當時改名字是否就是有這個原因 所以做了一個中文名字 是呀 我媽媽說我是一個開心的嬰兒 一爭出來已經是醒一笑 所以就改了Joy這個字 做我的中文名字 那為何中文名文慧裏面 又反映不到這個意思出來呢 又不用的 其實很多香港人有中文名字 有英文名字 但都是獨立地去起這些名字 是否因為不同改的 一個就是另外一邊改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主權要佔領 聽說話我都不知道 好像是說媽媽是幫所有的孫 是改中文名字的 是 那文慧就是來自易經的文成武慧 這一句說話 那就是代表麥特勒 文武相傳 通常呢 那些嘉賓上來我們有一個問題 一定會問的 就是一個身份認同問題 譬如你是中國人 爸爸媽媽都有中國血統 但是媽媽那邊就有德國 另外又是不是有伊朗 和有這個 柯斯 就是現在的伊朗 另外爸爸那邊就是中國和威爾斯 其實會不會你自己的身份認同 小時候會不會很失敗 覺得究竟我是中國人 還是什麼人 有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 我是覺得自己很特別 哈哈哈哈 就是跟其他同學 是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這麼小時候 你又不是很懂得去 怎樣去解拆或者分析這件事 那譬如你小時候 你在伊朗大陸讀過書 然後英國讀過書 會不會因應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需要 你就認是不同的人 因為小時候會覺得 中國人以下 不要認我認意大利人 那個認德國人 有沒有試過是這樣的呢 那又沒有這麼誇張 其實因為我 就像中國人那邊 那些遺傳了那些 就像我爺爺 威爾斯那邊 他就是很混亂 很鬼仔的樣子 那我又不太 就是很難說 其實我是德國人 那我覺得很沒有說服力 那如果有人問你 究竟Karen是什麽人 那你會怎樣回答呢 混血兒 其實從小到大都會這樣去形容自己 或者不需要那麽 specific 那可能就是 我是來自香港的 你小時候在意大利 在一個叫做聯合世界書院 UWC那裏讀 我聽說我的名字好像很厲害 聯合世界書院 真是很厲害的 你當然是厲害 成績厲害才能進去 但是那間學校 是否真的來自很多不同的國家 你記不記得 譬如你和一班 有多少不同地方的人 很好玩 我們學校是中六中七的課程 有來自五十個國家 但是總共都是二百個學生 所以很多 譬如我是那一屆唯一一個香港的代表 那我的房間 我們五個女生一間房間 全部都來自不同地方 我一個香港 有一個新加坡女生 有一個意大利本土的學生 有一個芬蘭妹 還有一個來自肯瓦的學生 五眼六色的 我們是很棒的 大家一起拍照 那間房間是怎樣的呢 五個國家 五個文化 還記不記得一些 大家說太大的不同 甚至是有些衝突 或者有些大家要適應的東西 是 實會的 我們就挺融洽的 我們那間房間 譬如最害羞的就是來自芬蘭那個女生 我跟她是好朋友的 但是她就很失望家 甚至乎有時失望到很不開心 沒有心機吃不到飯 其他朋友又會去開解別的朋友 大家會扶持的 是很溫馨的 那在UWC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來的朋友 有一個是來自Angola 安過賴的同學 他們有一點是走難的情況 就像難民身份一樣去意大利 有一點的 是的 我們有幾個同學都可能是來自一些戰亂的地方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又拿到一個獎學金 那她就變成可以有一條生路去走 知不知道他們之後是否可以留在意大利 就是他們總之不用回到原本的地方 有些 其實很多學生就算不是家裡有些 或者國家有些什麼問題 可能都會因為有了這樣的機會出國讀書 又可以接觸到很多以前未必接觸到的機會 或者都會去其他外國的地方升學 等於如果你考得到 通常要考到獎學金 不是你未必有這樣的能力資金 可以去其他地方讀書 變成是開了很多道門給你 就是廣闊了你的視野 是令你可以 因為有了這個機會 就得到很多其他不同的機會 那你又在香港 就是去過意大利亞 去英國讀書 去過不同的地方 譬如在接下來的20周年的展覽裏面 會不會放了很多不同的照片 也好 或者其他紀念品可以看到 都會有少少是 就是我20年入行之前 就是做藝人之前的一些片段 可能我都會放在展覽會裏面 不會太多 因為又不是說要真的回顧我的一生 都會是專注在演藝的東西上面 但是因為有一些是我以前小時候 可能讀書時的一些經歷 或者做了一些事情 而是影響到我日後做藝人 是這樣的 我的性格 我就是很喜歡競爭 從小時候已經是 就是讀書的時候 已經七八歲就開始參加一些 校製朗仲節 什麼都參加 總之有比賽我就參加 而且我很喜歡贏 你也贏很多 是的 因為每一次贏 我覺得都是會增加自己的自信 譬如說第一屆的 那個Best Student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是不是這樣叫 是不是都是要爭得很厲害 那個叫做結出學生獎 是第一屆的 第一屆 就是我FORM4的練習 舉行的 那時候也很厲害 到處賣廣告 宣佈有這個獎項 甚至電視也有賣廣告 這麼厲害 我就看到好像很好玩 我又去拿報名表格參加 那還要學校是要推薦你的 就是有一點選港者的feel 但是贏了之後 要不像港者一樣到處去 因為你登得廣告當然要用一下你的 那時候要不去到處去 就是我看到的獎品都很棒 因為有一個一千元的圖書費之類的獎金 當時一千元買到很多東西 還有有一個是出國去訪問 就是去日本 第一次去日本 我想他不知道是否第一次去過 可能跟家人去過 但是總之 用這個身份的第一次 你參加一個學生的獎項贏到 而代表香港的學生去做交流訪問 那是很威風的 就參加了這個 其實這個獎項我都會在戰艦上擺出來 如果說到香港和意大利一些相似的地方 或者一些你覺得 兩邊可以互相學一下比較的地方 會是什麼呢 其實意大利的 他們那個文化 或者他們對家庭的觀念 其實挺像我們中國人的 因為當時我是報考一個獎學金 去這間Unity World College 讀書 最初我說考獎學金當然是好事 我媽媽、爸爸當然完全支持 但是我說我想選去意大利那間 直覺上覺得意大利好像很exotic 你其實當時你不認識的 我沒有去過歐洲 大家通常出國讀書 都可能去美國、加拿大、英國 正統一些 意大利會不會 那裡一會兒大家不知道的情況 以為有黑手檔 又覺得意大利男人很整天撩女孩 所以初初覺得很不放心 讓我們的女兒去 即是家人沒有跟你去的 自己一個 自己去 你考了就自己去讀書 那時候幾歲 一歲讀完法國五的時候去的 但是接著做多些研究之後 那我心裡的一群人都放心 因為覺得意大利人反而 如果在西方的國家來說 他們是比較傳統一些 而且很著重家庭觀念 即是分長輩 要尊重 譬如保護妹妹、姐姐 那些很尊重英國媽媽 即是大了 即是女性的地位其實都不簡單 都不是所有西方的小孩 都是很奔放 或者很熱情 即未必的 有很多其實是很… 尤其是都看看他們來自什麼地方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來自香港的一個大城市 即是就算你… 譬如你來自英國 可能你未必是住在倫敦 你可能住在一些很鄉下的地方 通常有時候都會碰到很多外國的同學 其實是很害羞的 即是沒有所謂見過什麼世面 很少去過那些大城市 是的 OK 接下來剛才提過 你的展覽會見到當年獲獎的獎盃 有沒有其他可以賣一點 講一點 有些什麼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或者我看完之後 會不會就好像環遊了世界 看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東西呢 來自不同地方的東西是有的 譬如我和意大利是真的 真的有點緣分 讀書也是在他那裡 因為讀書就認識了我當時的初戀男友 現在是我老公 都是全部在意大利那裡 因為意大利而有了這些故事 到我入行之後 譬如我和某一個品牌 意大利很出名的一個品牌 他們最出名的就是他們做鞋 和這個品牌我們是 就是我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和意大利特別就是 就是 結緣 是的 結緣 譬如因為這個品牌 又很支持我 它在我某一年的一個演唱會上 就幫我設計了所有的鞋 就是獨一無二地度身訂造 在20多年戰 我便會看到 都會有這些鞋 還有大家如果一想起意大利 其實可能最直接就想到 哇 這些時裝 就是世界有詞名的 所以都會有很多不同國家的元素 就是東西是可能看到的 好 到時大家聽眾可以看看 今天謝謝Kare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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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